30多年前拳坛有这么一位天才 出道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 就打出了37场连胜的战绩 并且有33场是终结对手获胜 一时间他成为了拳坛的红人 也成了众多对手起火的目标 每个人都想成为神话终结者 但却忘了 他之所以能成为神话 就是踩着敌人的尸骨最终登顶 这位天才叫做麦克泰森 他的身材在重量级不占优势 所以经常会遇到各种巨型野兽 而泰森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他把达玛托的躲猫猫风格 和自己的身材特点完美结合 泰森只要登上拳台比赛 都是抱着杀死对手的决心 他在重量级所带来的威胁性 让每一位大块头都惶惶不安 在泰森刚接触拳击时 恩师达玛托就告诉泰森 遇到比你高大的对手时 千万不要因此而感到害怕 相反你要利用灵活性和组合拳 不断地为对手制造麻烦 你是拳台上的入侵者 而他们只是你的猎物 这些话也成了泰森的拳击理念 并且在日后的比赛中不断印证 除了克服心理因素之外 泰森的技术也是量身打造 不到1米8的身高 只有1米8的臂展 在重量级这个怪物出没的地方 无论怎么对比都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教练却为他打造出 傲视拳坛的三把神兵力气 第一把力气快速进身 泰森的进身方式简单粗暴 除了主动进攻时 利用步法直线突进 就连在对手出拳的瞬间 也能快速摇闪躲过拳头 像同猛兽一样逼近猎物 甚至有的时候 对手一边挥拳一边后退 而泰森却一边闪躲一边推进 这又是何等的可怕 对手遇到这样的人 虽然表面保持淡定 但内心一定是惊魂未定 在这个普遍缺乏灵活性的重量级 泰森的反应速度 却显得格外闪耀 第二把力气爆炸力量 很多人看完泰森的比赛 都会留下超劲爆的感叹 崔库拉朽的摆拳和勾拳 是他击倒对手的杀手锏 50场胜利 44场KO的成绩单 就是对泰森力量的最好诠释 第三把力气出拳连贯性 提到重拳 很多人会想到福尔曼 他势大力尘的单发重拳 就像是单发式举击步枪 而泰森却能在眨眼之间 快速打出多发连续重拳 如果还是拿枪械来举例 泰森的连续性快速出拳 毕竟是超快射速的冲锋枪 凭借着速度 力量和灵活性 泰森在巨人林立的重量级 硬生生地杀出一条传奇之路 今天的这期影片 大师也将带你回顾 小个子的拳王泰森 是如何战胜一个个巨人 我最最好的 我最最坠的 我最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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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比赛 对手叫做弗兰克布鲁诺 身高191公分 臂展208公分 他是来自英国的职业拳击手 不仅有着健美运动员的身材 更有着一击必杀的摧毁能力 布鲁诺的职业生涯 共计赢过40场比赛 其中有38场 是终结对手获胜 这是泰森出狱后的第三战 在经历过两次热身练手之后 泰森把目标锁定在布鲁诺 因为在布鲁诺的手里有泰森最需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WBC重量及冠军腰带 在经历过三年牢狱之灾后 泰森需要通过这场冠军战 亲手夺回曾经丢掉的荣耀 无论是191公分的身高 还是95%的终结KO率 放在今晚全部都没有用 因为泰森对冠军的渴望 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强烈 第一回合泰森的进攻更加主动 躲避对手重拳后迎风而上 每当泰森快速来到对手面前 布鲁诺就用搂抱化解锋芒 这也让现场裁判有些不耐烦 多次拉开双方给予口头警告 这是布鲁诺无法抵挡进攻时 不得已才使用出了消极办法 泰森的臂展虽短却更加灵活 一旦拉近距离就会陷入危险 所以布鲁诺只能COS拖延时间 尽管通过搂抱限制泰森 但在首回合结束休息时 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泰森在他脸上留下的印记 在首回合当中 泰森已经摸清了对手的实力 到第二回合泰森加快了节奏 一记勾拳打得对手有些摇摆 正当泰森企图终结对手之时 布鲁诺又给了泰森爱的抱抱 这是观众最不爱看到的画面 原本勇敢对攻的男人较量 却变成了激情四射的摟抱搞鸡 当比赛进行了第三回合 泰森的愤怒值彻底满格 战局也从这里发生了变化 泰森击左勾拳精准击中 布鲁诺立刻开始进行摟抱 但泰森却拉开了身体的距离 不断地用上勾拳重击对手 几拳过后布鲁诺摇摇欲坠 甚至险些被打出了一台之外 裁判叫停了这场比赛 取出牙套后宣布结束 这一晚泰森不仅血洗了高大的对手 也二度成为WBC重量级冠军 亲手捡起了曾经丢掉的荣耀 布鲁诺在这场比赛之后 由于眼睛遭受到了重创 医生告诫他不要再比赛 否则将会导致永久性失明 所以这一战不仅终结了布鲁诺 也结束了他14年的职业生涯 这是泰森最巅峰的时期 曾经的奥运冠军这样说 1987年的麦克泰森 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拳击手 他可以击败刘易斯和霍利菲尔德 这句话出自比格斯之口 他曾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拳击项目超重两级金牌得主 这一年的奥运会真的是大牌云集 比格斯 刘易斯 泰森 霍利菲尔德 都想到奥运会大展自己的拳击 泰森在选拔赛中惨遭出局 刘易斯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 霍利菲尔德也只获得了同牌 而比格斯一路过关斩将 战到了最后 他不仅在赛场击败了刘易斯 还成为超重量级金牌冠军 一时间他名声大噪 1984年11月 他带着108胜6负的战绩 告别了业余生涯转战职业拳坛 用三年时间打下了15战不败的记录 并且向拳王泰森发起了挑战 而泰森在奥运失利之后 也在1985年转战职业拳坛 泰森进入职业拳坛 以脱胎换骨的形态出现 为重量级进行了重新洗牌 劳猫般的出场频率 死神般的终结能力 两年时间31战全胜 27次用拳头终结对手 尽管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比格斯还是瞧不上泰森 比格斯在比赛前这样说 他从来没有和我这样的人打过 我很早就认识这个泰森 他虽然很强壮 但却无法伤到我 我遇到过很多力大无穷的对手 到最后还是在我面前输掉比赛 这些话实在太狂妄了 此时的泰森已经是三冠王 当记者采访到泰森时 不善言辞的他只说了一句 我只想狠狠地暴揍比格斯 尽管泰森在奥运会的成绩 远远不如比格斯那样闪耀 但谁规定奥运会的败者 就不能成为拳坛的王者 而泰森就是为职业拳击而生 比赛的当天 面对1米96的巨人对手 泰森的眼睛充满着自信 这种自信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通过31场战斗 才能表现出的王之霸气 一位是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一位是职业拳坛的不败冠军 在比赛铃声敲响之前 泰森就已经热血沸腾 他打算在裁判叫停之前 尽可能地打出更多伤害 让比格斯为狂言付出代价 当比赛打到第七回合 泰森就像蓄势已久的火山 一记勾拳直接穿过对手的双臂 以最完美的角度瞬间越过防守 石破天津的一拳 把比格斯打得退出拳台 做起来后的比格斯难以置信 遇到过那么多的重炮手 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出拳 这一刻心态上已经先输了 接下来泰森决定结束比赛 一拳接一拳的轮番而来 就像一把火力全开的冲锋枪 你躲得过一发子弹 但你躲得过连续射击吗 最终泰森一记漂亮的前手拳 比格斯被打出数米远 所有人都知道该结束了 这是比格斯职业生涯的首败 当年那个瞧不上眼的小伙子 竟然让自己栽了跟头 打得自己再无还手之力 虽然他想不明白 但还是接受了现实 这场比赛也成了比格斯的灭顶之灾 他需要经历两次的伤口缝合 一次是下巴三针 一次是左眼十九针 这场比赛 让比格斯对泰森有了重新的认识 比格斯在多年以后这样说 泰森是我见过综合实力最强的选手 他在巅峰期的思维方式 和后来的泰森判若两人 他的勾拳很快 可以在你看不到的角度进攻 当晚的泰森改了所有的缺点 1987年的麦克泰森 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拳击手 他可以击败刘伊斯和霍利菲尔德 这就是巅峰时期的泰森 他不善言辞 内心却暗藏怒火 就算对手在比赛前口出狂言 他也只会把所有的愤怒化作力量 他说到做到从不会让人失望 赛前说过会在比赛中暴揍对手 就会用最残酷的惩罚结束比赛 或许这就是泰森在全迷心中 能够成为一代传奇的原因吧 在泰森巅峰的那些年 有太多对手想要将他打下神坛 每个人在比赛前都是胜券在握 但仅仅通过一两个回合的较量 就开始万念俱灰 甚至提前退役 这才是泰森最可怕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家伙 他就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 想用这个办法来击溃泰森 他就是托尼塔布斯 这位拳手绝不是想象中的小怪 而是货真驾驶的WBA重量级拳王 早在1985年 他就战胜格雷格·佩奇 接过了重量级冠军腰带 他不仅有着191公分的身高 还有着201公分的超长臂展 甚至在对战泰森之前 他把自己的体重升到238磅 足足比泰森重了22磅 这是泰森入行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形坦克 塔布斯甚至在比赛前说 自己就是一头阿拉斯加巨熊 这场比赛在日本东京举办 赛事方为了增加比赛的卖点 表示如果塔布斯能够减重 把体重控制在230磅以内 就会多给5万美元作为酬金 塔布斯当场拒绝了 因为他的目标不是金钱 而是要彻底吞噬 这位谁都无法战胜的天才 比赛当天 塔布斯刚一出场 就遭到了全场观众的虚声 或许在观众的眼里 钻规则空子 只配遭人鄙视 再来看看塔布斯的肚子 荡漾着不怀好意的脂肪 让他在体重上占据了优势 而泰森虽然比对手小了一号 但还是以无所畏惧的姿态 和塔布斯展开了这场战斗 一开始泰森发动进攻 延续了以往的野兽精神 但塔布斯非但没有惧怕 甚至还和泰森玩起了对攻 或许他始终坚信 人类的拳头就算再重 又怎会击到自己一头巨熊 就这样第一回合结束 他和泰森打成了平手 在三位裁判的计分板上 一位判泰森胜 一位判塔布斯胜 还有一位认定占平 没有人相信他能占平泰森 因为在泰森早期的比赛当中 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很快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塔布斯还是选择硬刚泰森 但却没有了刚才的好运气 就在第二回合快要结束时 泰森突然掉击全身之力 重重地打带了对手的太阳穴 对手从擂台正中心 一步步地退到了边绳角落 泰森这一拳实在太重了 让这头阿拉斯加的巨熊 轰然倒地之后进入了冬眠 尽管教练团再怎么唤醒 他也只能躺在地上干瞪眼 曾经出言不逊的塔布斯 在这场比赛过后这样说 泰森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我根本看不清他的出拳角度 被泰森击中就像被金属砸中 疼痛又伴随着恶心 我曾经想着试图爬起来 但大脑却不让我这样做 尽管塔布斯疯狂地堆积护甲 想用体重的优势吞噬掉泰森 但还是像曾经的挑战者那样 从胜券在握再到万念俱灰 这一战让他的湄弓破裂 送到医院后在伤口缝了六针 好在他得到了50万美元的出场费 也成了塔布斯职业生涯最高纪录 而泰森通过这一战 赚了整整1000万美元 注意这可是1988年 泰森就是这样一个拳王 很少会在赛前狂喷垃圾话 而是直白地表示我想揍他 面对众多高大强壮的对手 明知身高和体重不占优势 他没有恐惧 没有退役 没有失去斗志 没有畏手畏脚 而是永远保持着 杀手般的狠利眼神 关于今天的比赛 你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留言区 聊一聊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